所以把它拆成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用Core加密的切第幾個字 第二個是判斷 那判斷的時候特別注意 這個Core我先做完之後 這個做完之後 記得就是說外面請你一定要再包一個小刮符 那刮符的位置記得不要打錯 因為只要刮符位置錯了 後面也會是錯誤的結果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今天他判斷是True 他就是1 1乘上1 剛好在這個交會裡面就會是1 表示是一個數字 但如果其中一個為0的話 那就是0 0的話就不是一個數字 這個是邏輯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把它打勾 再來就是數字 有幾個的話 我們可以用正列裡面 然後呢 如果判斷錯誤去掉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假如你剛剛執行的時候 是直接打勾 就上根一幅 打勾的話 你會發現鄉下填滿 它基本上呢 還是1還是0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裡面呢 假如會有一個正列 這邊有個Row 有個正列 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特別注意呢 一定要前後要出現大刮符 意思就是說要去執行裡面的這個正列 而且還特別注意 而且還特別注意 那個大刮符千萬不是用自己打的 因為之前有同學 就是真的自己打前刮符 打大刮符後面 然後最後按打勾啦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發現全部都變公式了 因為特別不是這樣 如果你要出現大刮符呢 記得一定要什麼 自己手動來打 那這個組合鍵 你一定要記啦 Ctrl Shift加Enter 而且記得喔 因為我剛剛 像我剛剛選舉 不是優標放一個儲存格 是放整個範圍 那也會出現錯誤啦 所以記得優標是放在其中一個 第一個儲存格 然後你在怎樣 把它向下填滿 它才會自動呢 去幫你把裡面的陣列 去做執行的動作 這個可能是一個小技巧啦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陣列部分的話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在 Excel裡面重複執行什麼事情 意識跟VBA差不多 那個回圈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要在這麼短的一個空間裡面 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還真的蠻辛苦的 不過看起來好像大部分同學都還蠻OK 好像至少都有把它做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判斷什麼 非數字 那非數字的邏輯喔 記得喔 因為我們剛剛 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就是說 我如果要是在反方向 就是說我要的是 呃 所以特別注意啊 就是說我要的是 它一定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邏輯應該怎麼樣 它小於48 或者什麼 其實應該是小於等於47也可以啦 小於48 或者小於等於47 反正這種敘述結果是一樣的 看你覺得哪一個比較簡單喔 另外的話呢 一個方向是這個方向 大於等於58也可以啦 大於等於58 好 那只要是這兩個範圍 其中一個 因為不可能同時嘛 因為又更小又更大 不可能只會其中一個 也就是其中一個出現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一個非數字 那這種敘述的話 它回來 return的話 就是假設這個1 這個可能就0 這個0這個就是1 所以永遠不可能說 那如果像剛剛我們用連 用交集是用乘號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教各位一個技巧 如果是偶爾的話 請你用加的 為什麼 因為把它加起來 那就是一個非數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性 它是0 這邊也是0 0的話就都fold 意思就是說它是在這個裡面了 就是一個數字了 0 0嘛 就是 所以利用這個邏輯 我們來看一下 公式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做完這個 你只要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拿這個來做修改就可以 那怎麼改 就我剛剛講的 1 我的邏輯是call 它是反方向 是 本來是大於47 那我把它改成小於等於47 小於等於47 包含47 那特別 小於48 你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我說兩種寫法 你也可以直接48 因為我可能懶得再把它改48 沒關係 這個東西 其實是每個人的邏輯 思考不同 不然你不要 所以這沒有標準答案 哪一個方便為原則 另外的話 就是把乘號改成加號 因為不可能0乘1還是0 1乘0還是0 最後都是0 那不對啦 所以如果這個邏輯是或的話 通常用假的 如果and通常用成的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小技巧 你如果以後套用的話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然後再來的話把這個 這個本來是小於把它改成大於 大於等於58 可不可以 不過我習慣就乾脆改一個地方 不要改兩個地方 像城市最怕就是改太多地方 改自己都改到容易出錯 所以最好想一個方法 盡量少動一點地方 然後呢 城市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的習慣 都會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盡量以安全為原則 怎麼樣安全呢 就是少改少動 城市越少越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越直覺越好 你自己看得懂 所以你一定要動手做 如果你沒有自己動手做 你這怎麼來的 你根本不知道來龍去脈 好了之後呢 記得怎麼樣 Ctrl Shift加Enter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五個字喔 五個非數字對不對 向下填滿 OK 非數字部分的話呢 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OK啦 Excel 0個數字 五個非數字 125KG 三個 兩個 那沒問題 那再來就是什麼 China這個 OK 0個五個 所以基本上呢 這看起來應該 Nokia 8310 8310 然後三個 理論上應該呢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基本上呢 非數字部分 我大概只有改 第一個 這個我的方向 本來是大於的把它改成小於等於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本來是小於把它改成大於等於 另外的話呢 本來乘號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加號 三個地方 好就完成了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用那個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問 後來就有同學說 可是老師這個喔 我們工作裡面不是要算它有幾個啊 有幾個沒有意義啊 我們需要的是怎麼樣 把那幾個數字 幫我把它搬到旁邊才對啊 比如說我今天要125 那我其實我只是要125幫我放到這邊來 欸有沒有 那這怎麼做 這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以前有函數音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做出要的效果 但是我想要把那個效果做出來 這個難度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後來我發現喔 倒不如用什麼用VBA來做 所以後面的話呢也許喔 請各位呢 把這個做完之後 這個工作表拖拉 按Ctrl鍵 那下一個階段的話喔 我們就要用VBA來做了 那VBA能做什麼事呢 也許喔 欸後面的話 就是把這一些步驟啦 剛剛的步驟也許就不用分了啦 就是我們大概需要用VBA做數字 各數有幾個 非數字各數有幾個 這個等於是剛剛邏輯再做一遍 再來就是喔 我要把那個數字 比如說我就 我的我們 可能延伸性就留下那個數字 然後呢 再延伸就是留下什麼呢 英文 然後呢 再留下 中文 所以 所以 就延伸出來 用VBA寫 用VBA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喔 如果要產生VBA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錄字聚齊啦 然後 可是問題喔 這個地方似乎好像 這個用錄字聚齊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你錄 可以啦 剛剛留下那個應該可以執行 但是 其他後面三個 我要數字 要英文 要中文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喔 後面的部分呢 乾脆我們就用VBA來完成 那可是要自己寫 那至於要怎麼寫喔 這個就是待會會講的 也許幾個 VBA我講過了 兩種形式 一個是按按鈕 所以我們會有 至少會需要有五個按鈕 多一個清除好了 有沒有 數字各處 然後留下中文 留下數字 英文 中文 最後清除 六個按鈕 然後呢 再來 也許你不是按按鈕 你可以什麼 最好是這邊按下去 插入函數喔 可以自己變出一個 自訂函數 他 就是給他資料 有沒有 他就返還你要的結果 就放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會有VBA兩種形式 這個要怎麼做 嗯 可以先想想看 那當然 不行 沒有等於會 把那個 一些細節跟各位做說明 反正邏輯知道了 可是接下來要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 剛剛非數字部分 那另外呢 產生一個VBA的 我們要的解的 這個這個 我們的欄位 總共有 後面有五個欄位 那待會兒再分別 那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地方在VBA裡面 該怎麼做 那在VBA裡面呢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需要怎麼 跑回圈 回圈的範圍基本上就是 for i等於 這個裡面的第一個字 到這個裡面的最後一個字 那剛剛那個最後一個字 我們是取那個什麼 9899 可是在VBA裡面 它不需要 它有一個函數叫LEN LEN 其實剛剛那個地方 其實也可以用LEN 去判斷它有幾個字 我們跑到那個字為止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後面我發現那個數字 它要放一個LEN進去 好像有點困難 它沒辦法直接放LEN進去 那這邊可以回圈數 就是由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做什麼呢 去判斷說它的內碼 內碼是不是在某個範圍之內 那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待會兒我們來看那個VBA的部分 那如果要先了解的話 你可以參考我們這個45頁的部分 講義45配局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完成的畫面 就是 總共會有六個按鈕 這六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就會分別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那程式的話呢 這邊有數字個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非數字個數 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不過你會發現 這雖然有五個 可是他們其實長得都還蠻像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出一個 後面用Copy貼下 改一下就OK了